阿娘喂啊 這DJ什麼手機啊 DJ可樂還是什麼 真的是喔 沒大沒小 你平常看他穿那樣的衣服 穿那樣的衣服 穿那樣的衣服 你就知道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了嗎 自己不能檢點一點嗎 機場有這麼多的人耶 現在在影片開始前呢 大家請記得幫我按讚、訂閱 打開小鈴鐺喔 哈囉大家好 我是阿菜 空姐的東西來囉 這一次呢 跟上我們的時事 大家有沒有最近呢 接收到 跟美國航空 發生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就是在登機的時候呢 DJ說到已經登機了 但是 他們的空服員卻走過來告訴他說 你的褲子 非常的不符合 登機的規範 所以 現在 請你下去 天啊 DJ Soda 馬上在他的Instagram Po了一個非常樂樂等的文 而且他用的字眼是 KICK OFF 他是被 踢下機的 除非你是酒醉啦 或是你想要在飛機上 XXX人啦 或是要 截機啦 比較可怕的 會傷害到其他乘客安全的 對會傷害到其他乘客安全的 才會 踢你下飛機 在亞洲航空這個東西應該是 比較少見 第一時間 我就馬上 噹噹噹噹噹噹 美國航空第一美 John是你嗎 然後我就問他說 發生了這件事情啊 他說 喔我有聽說我有聽說 我說 欸奇怪你們是有一個 違反是這個嗎 他就說 可能有一些 比較年紀大的 空服員 因為他們那個年齡可能比較長嘛 他們可能比較不能接受 好啦 這時候 外界就出來了 非常多的聲音 而且呢 DJ收到有強調 他強調什麼呢 他說 當初 他們根本沒有 請他換衣服 他也說 喔他可不可以把他換掉就好了 這個機長 是非常的堅持 然後請他下飛機的 然後我心裡想說 哇不給機會 大家會不會在這邊覺得 QM 怎麼會這樣子呢 我只能說 我覺得美國的航空公司 比較以 個人主義為主 就是說呢 今天我們今天在飛機上呢 大家有什麼不舒服的 只要你說出來 那我們就會幫你出一件事情 而我們亞洲航空 尤其是我的老東家 我們應該比較像是一個團體 我們比較像部隊 就是我們有紀律的 我們有一定的條約 或怎麼樣 基本上就是跟著那個走 或者是聽上面呢 欸你的老闆 他們怎麼說怎麼說 我們就會 大家都OK 那就照著這樣做 所以呢 當DJ Soda發生這件事的時候 第一個 要怎麼解決 其實呢 空服員應該會怎樣 拿一個毛毯 先給他 然後跟他說 欸這個 在我們的規範裡面 褲子有這樣的字 也是沒有辦法的 我很明白 就是這可能是你的 sponsor啦 你的贊助商啊 但是 可不可以麻煩你把它cover起來 因為飛機上可能 有其他乘客或是孩子 但是你有想過嗎 天啊 他已經上飛機了耶 因為DJ Soda 覺得這個是 種族歧視 因為他有看到非常多的外國人 或是白人 他們也穿了就是 諸如此類的衣服 但為什麼他們就可以做 而且他在 這麼大的美國巡迴演出 都沒有發生過這樣的事情 我只能跟你說 搞不好那天那個機長可能心情不好 或是他們裡面有人覺得很不舒服 或是譬如說被客人罵這樣的字眼 導致於有創傷 不讓他上飛機的 現在 輿論紛紛 大家有支持他的 也有其實很多聲音是覺得說 最近你聽說那DJ Soda嗎 哎呦就出事了 這褲子上 不就是一些文字而已嗎 流行 fashion 前衛 有啥關係啊 你們這些酸民 我個人呢 是覺得說啦 什麼機場又不是他的 他這邊轉什麼轉哈 什麼東西都要給我扯到什麼 種族歧視 拿這個當擋肩盤就沒事了嗎 你平常看他穿那樣的衣服 穿那樣的衣服 穿那樣的衣服 就知道他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了嗎 這也不能檢點一點嗎 機場有這麼多的人耶 DJ Soda 大好き 大飯ですね 不要 趕走 DJ Soda 美國航空 壞 壞 哭啊 阿娘啊 這DJ 什麼Soda DJ可樂還是什麼 真的是我沒大沒小耶 衣服 就是身外之物 有時候你覺得我有穿 搞不好現在我沒穿 你覺得這是我的奶 搞不好他是我的卡套 如果他說的是 Fuck you 搞不好 他是在說 Love you 他穿那個褲子 我的小孩剛問我那個F的英文是什麼 我有點不知道怎麼回答 但我覺得也是一個機會教育啦 不是我的小孩現在在失控 因為他看到那個 那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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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J 知名DJ的褲子他有點嗨 他剛問我那個F是什麼意思 我現在有點不知道怎麼解釋 他變這樣了 我 我 我先跟他解釋完再跟你們說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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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DJ Soda是誰啊 我不認識啊 他穿褲子那什麼意思也沒差吧 喂 我大概再過一會就可以出發了 飛機飛機因為有一件褲子 他現在不飛啊 對嘛很扯嘛 這是什麼好笑的 我再打電話給你 他們要把褲子踢下去了 好拜拜 那這邊呢就很多人問他猜 阿菜阿菜你碰到這個情況會怎麼辦呢 美國航空有這個規定嗎 冷靜冷靜先冷靜 我現在就跟大家解釋 其實這件事情呢 他就是很簡單 大家有沒有想過 如果美國航空 他是有這個條約在的話 那會很奇怪啊 他已經在飛機上了耶 然後呢 即時又跟他說 請你搭下一班飛機 可是既然有規範 下一班飛機不是也是一樣嗎 再來 他要怎麼通過地勤那一關呢 這個問題我就要丟回給地勤了 因為通常服裝不合格的話 或是有什麼問題的話 在你check-in的同時 地勤應該就會跟你說 喔不好意思 呃 您的這個穿著可能等一下上飛機 就會有一點麻煩 或者是 我們的規定 沒有辦法讓你穿這樣的服飾上飛機的 那可不可以請您換一下 如果你沒有換 等一下又東西把它蓋住呢 在地勤那邊早就會解決啦 所以這個完全不合理啊 我只能說 當美國航空的空服員啊 主員其實還不錯 我覺得這也沒有什麼對跟錯啦 那如果你說到就是 種族歧視這塊的話 我不是他 我沒有看到當下的狀況 甚至喔 還有一個insider 他是說 他說他有請DJ Soda換衣服 然後他換了衣服 所以飛機就起飛了 就這樣子 那當然 兩邊各有各自的說法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麼看的 你們可以在下面留言給我喔 那我可以跟大家說啦 基本上呢 在亞洲航空服飾這一塊呢 在地勤那邊就會搞定了 這個機是很奇怪 叫人家搭車 啊下一班飛機不是也是你們AA的嗎 啊下一班不是也是你們AA的嗎 所以我覺得AA其實他們是比較重 比較尊重機長或是飛機上主員的感受 所以真的很難斷定 對或不對 然後後來整件事情過後呢 很多人就跟他說 請他告美國航空 有很多人說 你都沒有學到教訓嗎 你還要這樣子嗎 那他個人是覺得 他應該會告美國航空 所以我們就有靜觀其片 看這個東西到底會怎麼走囉 好啦DJ Soda事件呢 今天就到這邊啦 今天我來講 只是來講重點而已 為什麼地勤在check-in的時候 不阻止他 在飛機上 其實這個東西就是 拿一個毯子 幫他蓋掉 或請他換衣服就好了 除非有人complain 那當下也沒聽說是有人complain啊 好啦 今天影片就到這邊了好不好 如果喜歡的話 幫我按讚訂閱打開小鈴鐺 大家掰掰 做個好看 有ippy議員 在這裡